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铃灰石龙 我用的纸比较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两个边对折 先这样摆放 这两个边对折 展开 把左侧的角往里折 从下面这个角这里开始 使这个角落在这个折痕上 展开 右侧的角折向刚才的折痕 展开 让上面的角把这个往里折 使这个角落在下面这个折痕上 展开 这一侧折向刚才的折痕 展开 然后下面两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折痕 沿着两个点 把下面的角往上折 把这个往下折 把这个往下折 这一边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展开 看刚才压的斜 线与这个折痕的交叉点 这个点 这一侧也一样 找到这个点 沿着两个点 把上面的部分往下折 然后把这里撑开 上面这个角按照折痕 往下折 下面这个角 跟着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往里折 然后把这个角往外拉 使这角落在这个折痕上 落在这个折痕上 然后上面这里撑开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往外拉 使这个角落在这个折痕上 然后按照后面这个折痕 把这个往里折一下 展开 撑开按照折痕压进里面 再沿这个边 把这个折一下 上面 从上面的角到下面这个点 压出一个折痕 把它往外折 展开一下 把这个压进里面 这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顺着这个边 压出一道折痕 好 折好之后 外面露出一小段 把露出的部分 再往里折 然后右侧 用同样的方法 先沿 后面这个折痕 往里折 展开 那折痕 折痕压进里面 再沿这个边 往里折 下面从这个交叉点到上面的角 往里折 撑开一下 撑开一下 沿这个边 压出折痕 折完之后 外面 露出一小段 把露出的部分 再往里折一小段 然后把这个角 两个边对折 压到中间这里 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它冰到一起 前面先冰到一起 前面先冰到一起 后面两个角往前折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大概是这个 形成一个直角 这个边大概推直于这个边 稍微展开 稍微展开 把这个角 从里面 往外折 另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距离这里 留出一小段 把这个往里折 再把它留出一小段 往外折 再把它留出一小段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往里折 再按照折 再按照折痕往外折 从里面看 把这个边往里折 一小段 形容帘的部分 撑开 压成小三角 往里折 一小段 这个边也往里折 一小段 收好 然后 然后这个小角 往里折 这侧也一样 这里做一次 捏住这里 前面撑开 往下折 再把它往上折 留出头部的位置 往前折 把下面的纸 撑开一下 收好 形成头部 前面的尖角 往里折 一小段 尾部 尾部这里 做一次 断折 撑开 往上折 这里捏住 这里捏住 这里撑开 先往下折 再往上折 再收好 调整 尾部可以弯曲一下 前肢 可以弯曲一下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往前折 收好 后面 这样斜着 往里折 再把它往外折 另一侧也一样 这样斜着往里折 再往外折 最后调整一下 把它撑开 形成立体感 这一侧也一样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